网络上曾流行过一个词叫做职场巨婴,指的是一个人明明生理上成熟,可思想上却很幼稚,需要领导的关怀呵护,同时的嘘寒问暖。 但现实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可题,无法承载你无限的期待。 对单位抱有过多的期待,只会让自己陷入纠结、凝巴的内耗中,活得痛苦不堪。 摆脱工作内耗最好的方法,不要在单位索取情绪价值。 一、停止渴望领导的称赞,这会让你迷失目标。 职场中最忌讳的是学生心态,员工像学生一样,希望领导能时刻看见自己的付出和努力,并给予认可和肯定。 可领导看重的是,以为单位创造了多少价值,做出了多大的贡献。 对领导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最后只会美梦幻灭,徒增不必要的烦恼。 有人寒窗苦读考入信仪的大学,毕业后顺利进入民企。 本以为他前途一片光明,没料到一年的时间他就从单位离职。 他刚进单位时也是雄心壮志,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,让大家刮目相看。 小组作汇报时,他熬夜,做了二十多夜的文档,虽疲惫不堪,但他一想到领导的称赞,心里美滋滋的。 可第二天他展示文档的时候,领导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下头,他顿时挫败感爆棚,心情跌入谷底。 跟进项目时,他放弃休息时间,做出了自认为完美的方案,结果他的方案并未采用,他觉得自己被老板边缘化,很是沮丧。 那段时间,他经常跟家里人抱怨,老板是有眼无珠骂,这么优秀的人才不懂得重用。 还是我做得不够好,就不会给我一些鼓励吗? 被忽略的次数多了,他也变得唯靡不振,上班划水摸鱼,经常迟到早退。 这样的工作态度,自然业绩也是垫底的。 他自觉在单位没有发展前途,就辞了这份工作。 太专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,会扰乱内心的秩序,进而迷失自己原本的目标。 成年人的世界,没有人在乎你熬夜加班到极点,也没有人在乎你为工作而竭尽所能。 别人只在乎你有多大能耐,拿出什么成绩。 所以,不要渴望领导看见你的付出,你的努力,专注自己,在自己的节奏里,不慌不忙。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,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褒奖。 二,停止猜测同事的想法,这会让你变得患得患失。 我的前半生中有一句台词,你是来工作的,不是来交朋友的。 如果能交到朋友,那是惊喜,交不到朋友才是正常的。 所谓同事,不过是在同一个单位共识的人。 大家既是利益共同体,又是竞争对手。 如果能成为朋友再好不过,但如果日日奢望彼此成为掏心掏肺的知己, 到头来可能失望的是自己,受伤的是自己。 而猜测同事的想法,让自己患得患失,这样的行为更不可取。 有一位影视编剧,曾分享过这样一件亲身经历的事。 他有一次写剧本,自己都被剧本感动得痛哭流涕。 他本以为剧本在甲方那儿一搞过,结果剧本被甲方批得一无是处。 甲方说剧本叙述平庸,情节落入俗套,很难有看点,这样的剧本和垃圾相差无几。 他备受打击,就在一个小群里大倒苦水。 这个小群的同事私下关系颇好,可是一上午过去了,群里平静地像一滩死水。 他猜测是大家忙于手头工作,或是没有关注群消息。 他不甘心,就撕发大驾。 可大家都很敷衍,除了一个表情包,就没了下文。 他对此欲寡欢许久,完全没有心思写剧本,心里一直想着。 同事为什么对自己毫不关心? 我是不是不应该说这些? 他有时想太多,影响当天工作,导致进度延迟,又引来上次的责备。 他才意识到猜测同事的话,浪费了自己的时间。 不管同事是忙碌不回消息,还是避险不回消息, 自己都不应该在猜测上浪费时间和精力。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,不是把同事当知己,而是猜测惯了同事的心思,浪费了自己的时间。 不要花时间猜测同事的想法,也不要幻想同事能救赎自己,人生这条长河自己才是百度人。 真正聪明的人,要学会在自己的世界里奋力前行,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。 三,停止抱怨自己的工作,这会让你无法发现快乐。 很认同的一句话,我们工作的意义是为了服务于生活,而不是为生活添补。 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,如果把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带到生活,生活也因此变得一地鸡毛。 美国作家乔治真一大学毕业后,在纽约《前锋报》当编辑。 当时,他和同事租在同一间公寓里。 下班后,同事经常会跑到他的房间吐槽工作。 同事说,自己无缘无故被领导针对,而且微薄的薪资,无法满足日常开销。 他谈的最多的是,父母都是农场工人,对他在事业上无法提供任何帮助。 他要在纽约立足男辱登天。 抱怨多了,两人都变得颓废,工作上不思进取,生活上一塌糊涂。 他们每天混迹酒场,喝得烂醉如泥。 职场就是江湖,压力常有,困顿常有。 工作只是一份赚钱的工具,工作是为了生活,不是为了本该在生活的时候还吐槽工作。 工作之余,我们要学会放松自己。 我们可以找一个公园,在里面什么也不用坐待二十分钟,烦恼自会风流云散。 我们可在工位营造一些生活氛围,置办律职,忙合手办,或者养生壶等,心里的不快,焕然冰逝。 我们也可遇上三五好友,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学会课题分离,把生活和工作分割开来,才能多发现生活的乐趣。 四,停止在他人身上索取情绪价值,专注个人成长。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,在工作中遭受点委屈就四处诉苦,习惯性寻求他人的安慰。 在项目中遇到点挫折就怨天尤人,奢望他人能够感同身受。 每个人都希望从他人身上获取情绪价值来救赎自己。 很多时候,身边的人不会拉你,一般只会在一旁看热闹。 只有专注个人成长,让自己强大起来,才能走出情绪的牢笼。 一,打破原有的认知。 奥斯汀格法则说,生活中的10%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,而另外的90%则是由你对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。 深意为然。 生活中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掌控的,只不过我们纠缠于负面情绪中,才让事态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 只有修正思维偏差,升级自己的认知,才能摆脱情绪枷锁。 改定将过的思维模式,从更高的维度去思考,从更远的眼光去考虑,才能从容地应对眼前的困境。 你要坚信,所有的困局和无解都源于认知的局限。 二,做充电型职场人。 有人把职场分为两种类型。 一种是消耗型,只长功名,不长本事。 另一种是充电型,在职场中不断地打磨修炼自己,成为最好的自己。 工作的本质使利益交换,我给你创造价值,你给我相应的报酬。 主动把自己打造成后者,在工作中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角色,才能赚足情绪价值,走向人生巅峰。 与其羡慕别人升至加薪,不如在工作中精进能力,一步一步超越旁人,最终实现人生逆袭。 三,修炼成不锈钢的心。 心理学家达科沃斯研究发现,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,并非智商、情商、人脉或天赋,而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力。 一个人能走多远,就看他的意志力有多强。 这世上没有一份工作是容易的,需要你付出百倍千倍的努力,甚至要经受重重的考验。 若碰到困难就退缩,遇到坎坷就放弃。 你只能当职场的炮灰,在负面情绪中任由自己崩溃,砸出更大的烂摊子。 唯有战胜内心的恐惧,不害怕,不怯场。 每一次做好重新出发的准备,下定不破楼栏中不欢的决心,你就是人生赢家。 你有多强大,事业就有多成功。 窦文涛在圆桌派中,针对网友抱怨工作没有成就感,他提出自己的看法。 他说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工作,但没有关系,因为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。 生活中,有些人之所以工作屡屡受挫,使内心期待过高,让自己陷入情绪的泥塘中。 只有降低对单位的期待,专注自身的成长,才能在工作中如鱼得水,奔赴锦绣前程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、分享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